主讲师也是大有来头 寄星登场能量安阳 这个人到底是谁 就是我们的文树珍师姐 文树珍 我常常跟人家讲 我28岁接触之际 那文树珍师姐 到底是几岁接触之际 待会听她讲 那文树珍师姐 跟你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 那跟我有一点点的关系 待会我就即将 要出去的跟她来互动一下 同时间这些资深的一个委员 真的 我问您 上人来的时候 您在哪里 可以很 有机会去靠近上人 很近很近吗 不一定 但是有人曾经说 我不一定能靠近上人很近 但是上人其实就是贴心 我们像我也不常在上人身边 可是因为早期的一个因缘关系 如果告诉你 上人要去哪里的时候 是树珍师姐 用他的车子再来再去再来再去 你突然会不会觉得 好羡慕 哇怎么因缘那么好 对 他就是这样子 因缘好 因缘好 那这个美美的文宣到底是谁做的 文字就是今天的导读人 泰国的吕景淑 帮你写的今天导读人 那美编的部分是由我们彰化的谢苏雅 就是高照良师兄他们家的师姐 所以我们文编美编棒棒接力 我们现在美编团队又多一人 所以师徒之间有很多的一个画面 我首先呢 昨天是情人节 所以我就截图了一下给慈乐师姐 因为看到这个影像 就是我们最近是不是有一个历史的今天 这个历史的今天其实是非常好的 可以让我们回顾 无论你从什么时候 那现在呢 我们看到的尊重生命全球起步走的一个画面 我相信1993您在台北 我们是在高雄 我们也非常的努力 在做这样同步的全球 要为这样的一场活动来努力 那当时候呢 我们的树生师姐 当然也是一样 都要去存担这样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历史上的影像 就有出现他们了 那出现的同时 也会看到我们敬爱的慈乐师姐 那慈乐师姐做 爱心卡拉OK点唱《人际旺》 我只是希望说能够把家庭的娱乐呢 那么也对社会真的有一点贡献 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构想 好 有没有觉得突然热血起来了 跟入境障的时候 看见的持育师姐不太一样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广播持育师姐 然后带网路电台 然后如果最早期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想说 就记妈咪啊 那时候上人告诉他 你可以看你是老师你去讲 可是当时间 他就觉得说 自己也不会讲什么 所以一开始也很紧张 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其实在广播这个一开始的时候 除了我们的姬妈咪之外 还有一位也去当广播人 为什么 年纪轻嘛 声音好嘛 所以总是有机会的 所以在五十行愿之路 这样的部分里面 我们就有看到这样历史的画面 那同时间呢 我们在这个画面里面是 那时候广播三十 那时候我也在 然后树贞思锦也在 所以你看广播 其实也可以影响更多人 而现在我们大爱台的一个广播 大爱台的一个广播是越来越多元 包括我们也推出Podcast 然后在不同的地方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特别的注意到 就短短的部分 所以慈禧世界的广播节目 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个脉络 但是在最早时期 大家其实都还不是很会的时候 那谁来做这件事情 可能非专业的人也来加入 可是这中间大家熟悉的姬妈咪之外 其实跟姬妈咪同时加入的是这一位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你就知道了 树贞思姐虽然今天是30分钟的分享 但是对她而言 如果你要让她回眸来时 她是可以讲三天三夜三年都讲不完的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过程 每一个人来到慈禧的姻缘真是不一样 那慈离师姐呢 这次就是30分钟 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电子书 然后所以历届的主持人同台 你有没有看到历届主持人同台 有文树贞思姐 别怀疑她曾经是我们广播节目的一个主持人 那她有没有很多故事 那这个部分呢 我想透过这个 这一个让大家完整 那同时间之后就来邀约 我记得有一年呢 那个护专的开学典礼嘛 那因为全省呢 一起来庆祝的有两万多人 在护专的操场 车子这样跑来跑去 那人也很多 那我不可能开车回花莲嘛 可是我远远看到师傅的车子过来 我就很高兴跟上人的车招手 那我心里想说 在台北都是我在你 那花莲我坐你一次车 好不好这样子 我心里这样想 师傅车子就停下来了 那我就跟师傅说 师傅我身上好像牙签一样 我心里面好吗 跟你们家人去医院 就是说 你有到省牙签呢 头肩尾肩 到处扎人你都不知道 那我想 那就是我自以为幽默的个性 有时候讲了一些 觉得很有趣的话 可是其实是让别人不舒服的 你看上人骂我骂的 让我脸红 脖子粗 可是 又不会很尴尬 因为我知道那就是我不好的个性 我一定要改过 那从此以后我想 我们就有另外比较 会收敛一些些讲话的方法 那接着上人就说 我比较期待你像海绵一样 能够融入到任何的团体 都不会让人家觉得有压力 然后还能够吸收 别人的不同的营养的发水 哇 大家先热烈掌声响起一下 您就可以知道 我们也许呢 就是有听过牙签跟海绵的故事 我早就有听闻 但是说真的 是透过这一则 我才知道 这故事是您贡献的 真是太感动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的树贞师姐 跟慈记的姻缘有多么久 跟上人有多么深 她今天来不是一个人来 自带亲友团 来自美国 来自台湾 新北 新北 台北 台北 所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恩 海外家人也因为她而立临主场 待会苏惠跟玉珍代表一下 最后会有两分钟 请你 你们准备一下 就是 讲讲你立临主场 因为平常他们连线在美国看 然后立临主场的一个感受 只是时间不给多 同时我也没先跟他们讲 为什么 我怕讲了以后 他们会不会担心 然后就不要出现 所以就不讲了 那你跟苏贞师姐的姻缘在哪里 我不知道 我第一次见到这位菩萨 不晓得她有没有思想起 是我们早期的幸福人生讲座 也是苏贞师姐 来 苏贞师姐拿着办 是苏贞师姐主持的 我那时候刚进慈祭不久 我真的觉得 我也非常感恩景友师兄 他一定是不认识我 他就说 幸福人生讲座要到高雄来办 那这个时候要有主持人 所以我是这样的姻缘 然后遇见了苏贞师姐 当时我没有觉得她像牙签一样 我就是一个新人 她就是不断地呵护我 不断地让我安心 但是现在 你知道我那一天主持人是 主持的那一位是谁吗 我如果讲了以后 你们要大叫一下 叫做萧黄奇 哇 有没有 就是我们的歌手萧黄奇 在当时的时候 她并没有那么有名声 可是我就开始看到故事 我是很激励 可是到现在 她已经不可同日而遇了 但是还是展现那样的能量 给很多人带来很大的一个激励 所以苏贞师姐 跟着上人 跟着慈祭是这么久 一直都在慈祭 你说她的故事有多丰富 只是她真是很客气 我没有一次遇到她不邀她的 真的 你说句老实话 我没有一次不邀她 可是 可以邀很久了 邀很久 邀到今天才来 你看人家说 美老师你邀人很成功 她邀的很不成功 邀很久 我说你们就是要讲故事 你们就是要讲故事 所以非常感恩 我们文书贞师姐 终于今天来到这里 玉虎师姐 你既然来了 赶快来站这里 赶快玉虎师姐 快点 冲出来一下 玉虎师姐 玉虎师姐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 事业家夫人 男一男裤做什么 今天他们整个团队 在做馒头 要义卖 然后整个生活家 你在上人来的时候 你也可以看到玉虎师姐 都是这样 他们都是这样 父中之父 但是在慈祭绝对缩小 该什么时候 该去承担哪一件事 然后衣服就不一样 他也有三衣 今天穿旗袍 他穿蓝天蓝 来慈祭以后 我们每个人 最后会指向三衣 关于三衣的故事 待会他会不会讲到 不知道 也许有机会 我们也可以看看 师徒之间的对话 三衣 他的故事真的非常多 但是他说真的 还比较少在分享 所以你会很紧张吗 不会的 所以让我们一起说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 因为你有正能量 感恩师兄师姐 前来为他站台相挺 也请树贞跟玉珍 待会 树慧跟玉珍待会准备 好海外家人请理想 好你们先回 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树贞 好请回没关系 好 树心登场能量昂扬 好 来苏珍士琴 非常感动 麦克风要靠近 昨天晚上很晚 我们接待组的师姐还打电话给我说 我们高雄很高的 你还带着很多衣服 我有一个大衣 很穿着 今天又要带来 看到这个天气有点懊恼 我说 怎么会这样 台湾有差 台北还好啦 13度到11度是还好 那各位高雄的菩萨们早安 早 非常有正能量的高雄读书会 是有名很久了啦 可是我想说高雄 我们台北我就讲话 我怎么还跑到高雄去 可是呢 我们去年呢 刚好有一个姻缘 我们也到美国去开读书 不是读书会 就是茶会啦 也开了十场茶会 那么刚好是有疫情的关系 所以他们很高兴说 家宰你们来我们已经关了三年了 都没开啦 因为我们很怕 可以讲国语吗 我们很害怕 很害怕什么 COVID-19 我没空啊 很多啦 那个病毒不知道会来不来啦 结果 我们很不害怕的去了 所以他们就把门打开了 那真的是怀着很感恩的心情 来到高雄跟各位结个好员 那么很少人在谈到以前的一些姻缘 很久很久我也都没讲起 那么在四十几年前呢 那么我参加了一个满子师姐他们家的那个插花 他把客厅呢 变成了插花教室 那我的朋友就邀我去 他说来参加插花嘛 那我是很闲的家庭主妇哦 不晓得要干什么每天哦 好我就去参加了那个插花班 那插花之前一定要先吃饭啊 插花之后也要去逛街啊 我们这些家庭主妇 无所事事啊不知道要做什么好啊 所以呢我刚好本身是念那个美工科的 那我的同学有很多就 有音缘啊去看画展啊听音乐会啊 参加一些舞蹈表演啊什么的 就觉得哦我好会过日子 日过得好满哦 什么什么我都学 因为这个人很无聊 我们是大家庭嘛 所以家里就很多人来协助我们 也不要煮饭也不要洗衣服 也不要带小白什么都不要 那这种人很可怜耶 很无聊的就在家里客厅坐 那我会打电话给我同学说 啊真无聊真是可怜哦 他说你是我们班上嫁得最好的一个耶 你怎么还在喊这么日子难过呢 那其实这个超花班也帮了我很多忙 就是有一个人跑过来跟我说 他说哎你要不要做好事哦 我有点害怕 我不晓得做好事要多少钱哦 我说要捐多少 他说每个月一百块就好 哎呦赶快捐一百块就会做好事了 就赶快捐给他 然后下个月他看到我 因为超花班都要见面嘛 他就跟我说哎我要跟你收这个月的善款耶 我说哦有点麻烦 我就赶快把一千二算好给他 我说我很忙 请你不要每个月跟我收一百块 那这种人哦 好像有爱心哦 其实是没爱心啦 为什么 一百块你去吃哦 你去吃日本料理的套餐哦 提食 一餐一百五 一千五 你要给小慧最少最少要两百 为什么 因为你又停车嘛 所以哦捐一百块实在是给面子啊 给他面子啊 那么因为有各种不同的想法 那么有一天呢 我就刚好有个机缘 我公公突然六十岁去世 那么家里乱成一团哦 整个的家族开了会什么什么的 很多事情在讨论 那我就跟姬妈妈说啊 她就说哎我带你去花莲去看看师傅好了 那我就带了一张小支票 就跟我们的姬师姐回到了花莲 那师傅看到我 都没有跟我说什么话 他只跟我说 你回去台北以后哦 你跟我们的委员哦 去看照顾户 那时候还叫照顾户 我就想说 我刚才有关机啊 你都没跟我说得多 不过 N年后我想到那一段 就是师傅跟我讲再多的话 其实我也听不懂 因为还没有进入状况 所以各位好朋友 我们不要忽视一百块的善心的力量哦 因为这一百块 让我跟慈祭节上的不解之缘 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捐献 让我能够持续跟 委员们有连线的关系 所以我回到台北以后 祭师姐她因为她也是家庭主妇 也很认真的进来了 慈祭大概第几年 她就整天带着我 那我们先播放一个视频好不好 我27岁后我就进来慈祭嘛 那很多年轻妈妈都要去上班啊 或是去接小孩送小孩什么的 那因为我们家是一个大家庭哦 家里就有人帮忙 所以也不要做饭 也不要急着做很多家事 所以这样的人哦 其实日子是很无聊的 那所以我每天早上呢 把小孩子送到幼稚园以后 我就很自然的就去台北分会 就坐在师傅旁边 就听上人跟别人讲话啦 或是怎么样 那有一天师傅看到我就说 你都没事情做哦 我认识啊 我们到路 我便做事情 那上人就跟我说 你明天在7点 来在我 我要去办事情 我心里想 哇 7点对我来说好早哦 因为我要送孩子上幼稚园 什么什么的 哇 那个时间对我来说很紧哦 然后很紧张哦 我觉得我第一次载了上人的时候 是头皮发麻 明明很会开车的人怎么那天觉得好紧张哦 我开车其实是蛮 蛮稳的啦 当然有时候会碰到一些摩托车紧急过来紧急刹车 我就跟师傅说啊师傅失礼失礼失礼 他说不要开车啦 开车慢 所以无形中我自己对自己的那一种 呃 行径中哦 自己会比较小心 常常会在车子里面哦 会跟上人问东问西啊 啊 然后请教很多问题啊 我觉得上帮我们当他的孩子一样哦 就会啊 交代你这个交代你那个会说 说一些事情哦 然后我觉得 那个对于我来说哦 就好像每天这跟着上人哦 就在上课一样 我记得有一次李登辉总统召见嘛 那我就再上人去总统府 那总统府都要登记啊 名字都要登记 所以师傅他们下车就一直往前走 我就很着急怎么办 我已经有登记啊 可是我进不去啊 因为我要把车罢怎么办 那刚好旁边有一个宪兵啊 我就给他招手 我说哎 拜托呀 我们师傅进去 你帮我趴一下车好不好 那宪兵就说 好好好你快你去就帮我趴车哦 那我就马上就赶上上人了 那宪兵就回头说 你怎么快 我说啊 县兵帮我 帮我停车了 他说哦 你怎么这么敢啊 那就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哦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哦 然后很奇怪哦 每一次到 很难停车的地方 譬如说 以前上人比较常常去台大医院嘛 那我每一次去哦 都会有停车位哦 那我就跟师傅说 师傅 哦 我很好呢 我如果来都有停车位 那样都算 刚好算一个位置两个位置这样子 师傅说 那有什么奇怪 你还要感恩呢 你还在说奇怪 你还在说奇怪 所以哦 在这上人很奇怪哦 绝对会有停车位 都没有预留 因为以前的 慈程队也没那么多啊 委员也没那么多 所以就是说在很 很紧急的情况下 诶 我们还是能够 把事情办好这样子 因为我会有停车上 也会有停车 那我只能够 那我会有停车 那我会有停车 在你 认识的地方 我会有停车 花外的黃金年華都在主座 那聲音有點抱怨 那我以為師父會跟我說 啊 靜潔 你有夠乖的 你這麼認真 真是我的好弟子 可是師父不是這樣回答 師父說 你有夠好命嗎 這麼年輕你就帶著我 少造業 多造福 師父就跟我講 少造業 多造福 那麼我就把這句話放在心裡面 因為我知道我跟著上人 這個路是越走越寬 越明亮 那師父常常在車上都會跟我說 一些生活的一些故事 或者是說做人 做事情 要怎麼樣 他都會在車上就會跟我 就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樣 就常常會跟我說東說西 也是有一個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麼我很感恩也因為 我做了慈祭 我才有機會去看到很多社會黑暗的角落 我們不要以為說做了慈祭 很多人就有愛心 也不一定 像我以前可能是給面子 不好意思 捐給一千啊 一萬啊 不懂啊 不知道那個是好 慈悲心我們也不了解 那麼我跟著我的委員 就常常有機會去看照顧戶 那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去板橋 那麼那個個案是先生呢 因為意外的死亡 所以太太呢帶著四個小孩 就是排隊啊 高崖排隊這樣很小 然後太太還要在家裡再車那個 掐紗補貼家用 他這樣子 那憲政府給他幾千塊 慈祭也給他幾千塊 可是他自己還要再賺幾千塊 這樣才夠生活 那麼我看到他我突然有一點心酸 因為我有一個壞習慣 非常非常喜歡買衣服 非常喜歡買東西 那我就想到 哎呦 我上個禮拜喔 才去委託好買一件一萬塊的衣服 那件衣服也許 穿一次 兩次 三次 可是再來就因為季節的關係 可能就掉起來就沒有再穿了 那看到那個太太 我突然想到說 以前師傅常會跟我們說 富人的一餐飯是窮人的半年糧 好 真的非常的感恩 其實我們這邊已經有很多人寫回想給我們蘇貞師姐囉 好 蘇貞師姐慢慢來感恩您一起 那麼看到他以後 我真的啟動了我的那個慈悲心 我心裡想 哎呀 我以後一定不要亂買衣服 我要把買那些很貴的衣服的錢省下來 我要幫助這樣的一個家庭 我一定要協助他 所以我們很多惡習慣喔 是透過每一次每一次不同的工作 我們自己把它去掉的 所以師傅有時候會跟我們說 哎呀 修掉習慣喔 修習慣喔 就是修行啦 修行並不是在深山裡面 也不是在家裡乖乖念經 都不是 對我來說 如果去看了一些個案 完了以後回到家 有時候我先生就會跟我說 你們今天去做什麼 我說 今天去就開始哭囉 很有愛心就開始哭 那以前上人在車上都會跟我說 你回家以後你要謝謝家裡的先生 因為他讓你出來做這樣的委員的工作 可是我心裡想 開車收匯款都是我最辛苦 我要跑遍的台北市是開車的人最辛苦 發腦筋去跟人家講實際 哪有需要謝謝他 可是我嘴巴都跟上人說 好好好 師傅我知道這樣 騙師傅 然後我有一個資深委員 他就很可愛 他就跟我說 要修行最快的方法 就是跟那個人頂禮啦 所以有一天我就趁他 先生 我以為他睡著了 我就給他偷偷地跪在他的床前頂禮 其實他還沒有睡著 他就說 你在做什麼啦 我說 我在叫東西 他說 你是不能幫我拜喔 你們師父說 你是菩薩喔 菩薩來幫我拜喔 我頭上來欺負怎麼辦 我們以前都用這種很笨的方法 去消業障 可是從那一天開始 我真正的知道 我真的要感謝他 因為不是所有的人 一睜開眼睛就可以做慈濟 很多人也許要去上班 要去做很多很多不同的工作 那麼才能夠維持家裡的生活 可是我每天睜開眼睛 就是去做慈濟耶 我不曉得那樣叫幸福 我不知道 我以為大家都也這樣 我遇到的人也是大家都做慈濟啊 可是並不是這樣子的 那麼做了社會工作以後 常常有機會去看我們的照顧戶 有時候跑得很遠很遠 去萬里 去基隆的海邊 去看那些照顧戶完了以後 我就開始去掉一些不好的想法 或是那種貪嗔痴 很多很多那樣的一個想法 本來說跟朋友去買衣服 不行不行 我可以再去看一個健康人 就不要了 那我有一個小雞 他是服裝設計師 他說我最喜歡冬天 因為冬天 冬天的衣服賣的價位比較高嘛 他會收入比較好 那我也不曉得他有這樣的想法 有一天我帶他去戲子 去看一個照顧戶 他的天花板是有破洞的 他的家是破破爛爛的 結果看了那個人以後啊 他在當場就哭了起來 我說陳怡 你是在哭什麼 他說 阿母啊 我心很壞 我以前都很愛冬天 我看了難怪人這麼多 他沒沙灘我穿耶 我說 喔 這樣喔 怎麼跟我一樣 必須看了一些說健康之福 以前我們也沒有這樣的一句話 因為有機會去看到生活比較辛苦的人 你才知道原來你多麼多麼的富裕了 可是做了社會工作以後才知道 真正的富有喔 不是金錢耶 真正的富有是因為富有愛心 富有感情 然後你做了很多社會工作以後 你富有智慧 這些東西都不必用保險箱鎖起來的 都在你的腦海裡面 你天天常常都會有機會跟別人分享 所以做了委員以後 我是台北第十四組的組長 那時候我們的台北後來發展到三十組 所以這個組長呢 我們的委員要開會很難 為什麼 有兩百多人怎麼開會啊 就分成好多的個小組 然後去開會這樣子 那我這個組長喔 就有一點像媽媽 就要了解這個委員他家 他先生的習性 因為我們希望能夠把他太太呢 帶過來做社會工作 所以要去巴結先生 要去了解他們家的環境 有一點像母親一樣的 所以我們的組員有的 那時候六七十歲或七八十歲 遠遠的看到我就說 阿母啊 我說我才三十幾歲 我說喔 喔 什麼事 他說 我跟你講啦 我有一間房子 要賣啦 我有一間房子要賣啊 那麼我要捐一百萬喔 給師父這樣子 喔 好高興喔 就陪著他去處理一些事情 那我的先生呢 慢慢的看我好像也有改變了 有一天他也帶了一張支票 陪我到花蓮去 那到花蓮去的時候呢 那一天剛好是全省聯誼會啊 那師父就說 喔 鄭大德 你有什麼心得要跟我們要報告 因為你今天特別很發心 捐了一張支票這樣子 他說有 師父我要告訴你喔 你把我那個恰伯伯的房子呢 現在被他改為溫柔閒順啊 我剛剛捐的是教育費 而且喔 會繼續捐下去 那他的朋友每一次看到我就說 欸 鄭大太 你把我的太太帶去花蓮好不好 我說花蓮有什麼 有什麼特別厲害的地方 他說喔 你們 鄭先生都跟我講啊 說如果去花蓮回來就會乖一個月耶 喔 這樣子 要常常去喔 每個月要去才有用啊 一年要十二次喔 對不對 我說喔 好好 歡迎你帶他來 所以我很多 那時候很多小雞啊 都是先生推薦啊 朋友推薦的 喔 很多很多 然後再來就是 我每次看到金色裡面都 很多很多不同的會啊 那這個會就會感動一些人留下來 那我們在台北怎麼辦呢 當時啊 我就把我家啊 就提供出來 就是每個禮拜六或是禮拜天 我們就開家庭茶會 所以有很多朋友呢 就來我們家參觀什麼叫家庭茶會喔 有沒有吃過喔 不曉得我們現場有沒有人吃過 林景游大概有去過 就是很簡單啦 就是準備一些素食菜肴嘛 然後請朋友吃完飯以後呢 大家就開始聊慈濟 說慈濟 說慈濟感動人的故事 那我有一些國外的朋友回到台灣 他只有帶一張電話號碼 就是我家的電話 他就說 這個某某某叫我打電話給你 太好了 這個就是字頭羅網 就到家裡來 那臨時來的我也沒辦法做什麼事啊 我就準備了很多青菜啊 豆腐啊 就是在家裡就吃一頓火鍋 對不對 所以文火鍋居然很有名耶 那我沒有空陪他去陽明山看花啊 或是陪他去幹什麼啊 我就開著車帶他跟著我 跑完今天的行程 今天如果做什麼事 我就是按照我的 自己的工作流程就這樣跑 所以南非的潘明水師兄啊 他回到台灣也是打一通電話給我 我就帶著他還有他太太 我們就是開始去做我們今天的事 他回來幾天我們就是去工作幾天 那當然中午啊 我們一起用餐也是 不是那麼麻煩 一定要跑到以前 我很喜歡的餐廳去用 都沒有就是很簡單 看到素食就進去吃了 就是這樣子 是 那南非呢 潘明水師兄有一次我就問他說 潘師兄 你帶那些黑菩薩去工作的時候 你都給他們吃什麼 他說很簡單喔 我就買幾條吐司啊 果醬塗一塗 就兩片啊 就這樣吃耶 我說怎麼那麼簡單 我都給你們吃得好耶 吃呢 那潘明水師兄他就很善良 他就跟我們說啊 他說其實 德本的黑菩薩生活也不是那麼好 可是呢 我從電視新聞看到啊 這些黑菩薩 他們就在家裡喔 拿一個 用一包的肥皂粉啊 就這樣去看照顧婦耶 那有些人幫他洗衣服 有些人幫他打掃家裡 有些人幫他按摩說辭劇 這樣就是仿平耶 我不曉得原來 德本可以這樣子做耶 我們都很刻意啊 因為我車子裡面本來都會放一些 要去給我們照顧婦的一些禮物啊 一些東西啊都會放 那我記得有一次喔 有一個台大很有名的外科主任 他的媽媽生病了 他就跟師父說 他說我媽媽這一生的願望 就是要看正眼法師 那麼我們就去了他家 這個外科主任在台大是很有名的 綽號叫雷公啊 就很兇的啦 可是他卻非常孝順 他每天早上要經過媽媽的家 一定要進去跟媽媽講話 或者幫媽媽打一個針 那這個媽媽就跟我們述說很多她的故事 那其中我記得她講到 她跟師父說 師父我以前是某某到場的大戶懷 可是我生病了都沒有人來理我 那師父就安慰她說 你做過了就好了 就安心了 就不要再回想你曾經捐過多少錢 那她就跟旁邊的女兒啊 從美國回來 她就說 你幫我在某一個衣櫃裡面的哪一件衣服 裡面有我的存責 我要捐五十萬給慈濟 可是我不曉得慈濟有沒有收到她的錢 後來我由她我也想到一件事 就是當你方便的時候一定要自己做 你不要期待你的孩子 你的先生你的誰幫你去布施 有一點不太可能 因為她沒有學佛 她不知布施的重要 白花花的銀子誰不喜歡 你留下來了這些遺產 人家都要分配的 她怎麼會為你去做這樣的事 所以我都會跟我的好朋友 我都會跟他們講 你要為自己的生命留下一個紀念 這個紀念呢 就是為自己 在人間留下一樣善行 所以現在 我們敬愛的上人一直跟我們說 要弘法立身啊 要幫助土兒齊啊 要做什麼啊 常常都這樣跟我們說 那紀師姐是我的母親啊 那紀師姐是我的母親啊 她就會跟我講 她就會跟我講 很厲害的 都知道我欠七十萬 還給我搖去 師父有夠厲害的 所以我們的私房錢呢 通常都來不及在 郵局或者銀行裡面 生利息就不見了 她不是不見了 她既在太空銀行 是 非常感恩 有機會跟高雄的朋友 講講家裡的一些事情 還有講講文師姐的一些過程 謝謝你們給我的時間 感恩你們 好 感恩 我們也再來看這一個 做人比做事 我的進來的時間是 年紀比較輕嘛 所以大概有一些 對別人有一些 可能是不小心會踢到別人啊 或是跟人家講話不禮貌啊 什麼的 那人家都會去跟上人打報告啊 所以有一次啊 上人就跟我說 他說靜姐啊 你很會做事喔 也很愛做事喔 但是師父比較期待你很會做人 你如果會做人 你就可以帶很多人來做事喔 這樣好不好 心裡想 好 我只是讓大家就是看著 所以我們現在請導播 就是這個影像是小畫面 然後呢 來 我們退後一點點 就是這個影像讓她跑 同時間她剛才講的一些故事 其實都製作成師徒之間 好幾則 我們全部傳到群組 那您邊看 也看主場的主畫面這邊 那北京的周蕊欣就說 聽蘇貞師姐分享真是超感動的 高雄的蘇美玲說 你故事很好聽 好像在畫家長 你可以常常來嗎 好 然後一大尾馬上就寫了一個順口 到時候再傳給你 北京的交情理說 蘇貞師姐你分享真的好真實 又有趣 日本的實驗分數 蘇貞師姐的分享能早期就跟隨上人 進進出出 這是上人的專任司機 太有福報的師姐 累積多少修行才有這樣的好運 對啊 對啊 我們都碰不上的好不好 對 還有英文的我們的雪隆的玉玲 然後蔡淑華說 聽見蘇貞師姐分享真的好享受好歡喜 以前我們常參加加劇 這是北京的時經 所以這種從家裡的溫馨 那玉蓉說 蘇貞師姐是父中之父 是靠自己的才能多多參與活動 有所有的都是靠自己的力量做此技 所以真的我魚汝也是寫了兩則 他講說他剛一開始看那個視頻 牙籤跟海綿的時候 他眼淚就崩下來了 哇 秋碧卵師姐在加拿大寫一堆耶 好我一定要給你念一下 記得2007年碧卵在金色巧玉寧 你很有耐心的陪著我同學來自溫哥華的五美祖師姐 一起從浦明市走到金色 聽著你一路分享這上人早期和浦明市的音樂 當時才剛受證的我 不知師姐是如此之深的上人的知音委員 非常感恩有這麼好的音樂 聽你說詞這故事今天在聽你分享 是我學習的好典範 為什麼我說的這麼快 因為他寫好長 我時間已經有點逼迫了 但是非常感恩日本的金會 他說文書真師姐溫柔的聲音表情 分享早期與上人的師徒之間百聽不厭啊 溫馨又有趣 黃金蓮華都在慈濟富貴行道 不然真是超級大智慧大有火爆 總是總有這一些 有人還說我上班要不然我親臨主場還可以遇見你 哇 所以子玲也在說 子玲就說你也是她的偶像 然後子玲她晚些時候九月份會來 然後石金就說您在台北送站也是法親大家長 長期的陪伴大家 所以三十幾歲就叫阿母 這是把大家疼入心了 那你的季媽咪很好 季媽咪就是我在新加坡跟她相約的說 我那時候都覺得她八十幾歲請她 那時候不能說不來 只能來主場沒有科技連線這個事項 你知道季媽咪我跟她講說 季媽你可以來我們高雄線上讀書和分享嗎 你知道她回答是什麼嗎 說我活著就來 我活著就來 所以她已經每年都來過 每次跟我們相約就是婦女節 就是她活過來 然後跟我們見面的時間 所以說敬請期待三月八日 來蘇惠 好 感恩你今天莉琳組長海外家人 來請說 直接講 我的名字叫蘇蘇惠 是從美國舊近山來的 那因為今天時間真的很短 我跟文素貞師姐相識也二十幾年的 都是在慈濟 因為她每次去海外都會去演講 那我們一定都是她的座下邊 就是聽她講 真的她的生活非常有趣 那當然啦 有空的時候 我回來的時候 有機嫌我們還是會在一起 真的很感恩我們慈濟裡面的 也算是一位大菩薩吧 是 所以呢 真的很有心認識她 而且呢 有時候還跟她有那一種 就英言蠻殊勝的 曾經還 她到了美國要去機場 我還有機會送她到機場 所以呢 我覺得真的 我覺得真的在慈濟 讓我覺得很幸福 也很 真的很棒 因為感恩上人 創造了慈濟世界 讓我有這個機嫌 在慈濟 看到很多很多的大菩薩 是讓我學習的機會 那我現在要介紹我的隔壁 是我們舊英山智慧的負責人 很年輕喔 是 是 林玉珍 她也有很多不是這樣 露露 來露露請說 清靈主場感恩 親愛的上人 常駐師父 獻上全球的菩薩家人 還有主場的菩薩家人們 大家好 好 我來自舊英山 那 舊英山就是 我講我中文名字 可能大家不知道 我就是舊英山的露露 認識我們文素貞師姐 是我學習的對象 或許也是大家學習的對象 因為她身上充滿著慈濟魂 慈濟魂是 慈濟的精神使命精髓 那她充滿了三種特色 是什麼特色呢 赤子的心 剛剛我們聽到她分享 是不是從牙籤變成海綿 那她從貴婦變成仿式 然後呢 一直一直一直去幫助人 那就是回歸清淨無懶的心 就是赤子的心 還有呢 獅子的勇猛 那真的是很感恩 那個文素貞師姐 她到全球各地 制服永遠帶著 到各個地方去分享 那我記得第一次碰到 認識文素貞師姐是 到我們舊英山幸福校園 來參訪 然後跟我們分享 那是在2008、2009 忘記是哪個年代了 然後呢 在第二次碰到文素貞師姐的時候是 2016年6月18號 在那個我們三位有一起去海地做大米的發放 那時候呢我就想說 哇這位師姐真的很了不起 連到海地也是要爭取到那個 因為有名額的限制嘛 她極力爭取到說一定要去參與大米的發放 是不是充滿著師子的心 勇猛的心 第三個是什麼心呢 駱駝的耐力 剛剛我們看到的影片是 文素貞師姐從27歲的家庭主婦開始做 我現在不知道你做幾年了 因為年紀是女孩子的秘密 所以你看她從27歲開始一直做到現在 應該有四十幾年 不好意思 這樣子就可以算出你幾歲了 所以呢 真的是充滿著駱駝的耐力 所以真的是在這邊 真的是很感恩 讓我有學習到那個從文素貞師姐 那我也是 為什麼我會來到今天主場呢 因為去年的時候 11月28號到30號 她來到北加州分會 然後呢 因為舊英山剛好有事情 沒有辦法 請她來到我們舊英山智慧來分享 今天呢 我今天呢 特地呢 代表舊英山的師兄師姐妹來 來這邊 來到高雄出場來聽文素貞師姐的分享 好熱烈掌聲 感恩我們的美國家人 所以呢 我們獻上的美髓 她說久仰文師姐之名與故事 知生師姐出場就是與眾不同 給我們與眾不同的蘇貞師姐熱烈掌聲 感恩露露 以及蘇慧也請回座 而我們最後一個單元 對不起我時間沒有控制 來到了守護健康1.0 來瑞光醫師 來 今天又是一個好主題 總是聽以往 然後記得